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从哪一个地方来的 对我来说台湾是我生长的地方 我的族群是排湾族 我的部落是姥姥兰 当我们的声音贯穿了世界 让世界连结的时候 我们就会被世界看见 这就是台湾存在的价值 也就是台湾原住民 要被人家知道的地方 今天这位来宾拥有着一个使命 拥有着一个美丽的样子 但对他来说 他的身躯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让那个地方知道台湾原住民的被存在 在听他的故事之前 让我们来看他的影片 基本上我们在做的就是 让更多的年轻人用不同的管道 去跟国际做 就更多的交流 一开始我会有这种想法 其实是因为我在2006年的时候 第一次去台湾联合国的 原住民议题场是论坛 我遇到一些很年轻的美国的原住民 他们对他们的族群过往的历史 是非常清楚的 我就开始思考啊 为什么我对自己是非常不了解的 当然还是会有 会有人会觉得说 就是你在外面念书啊 念的很多书就回来就很臭屁啊 或者是就不懂部落的轮廉 都还是会有 尤其是我们在讨论一些 跟外面的政策有相关的东西的时候 总是会有跟其中部落的长辈意见不合的时候 那其他的困难我都觉得没什么 反而是这种就是情感上面 就是对于长辈的一些不谅解 就是我还是要克服的东西 但我觉得至少就是我自己亲近的家人啊 是很很支持的 我的梦想是希望让台湾的原住民族人 可以看到自己 那在看到自己了解自己之后呢 会让更多世界上其他的 不管是原住民也好 或是非原住民也好 也可以看到台湾的原住民族的 不同的样貌 还有我们的丰富 曾经在欧洲念书的经历 让他有机会参与国际性的会议 他看见了不同的世界 却也发现自己缺乏对母体文化的认识 他开始虚心学习 并透过几节年轻人的参与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 并宣扬国际 今天他将与我们分享 找寻认同与宣扬文化的竹梦过程 大家好 我是Duhi Ma Dugau 我是Duhi Ma Dugau 那我的汉名叫做宏简廷慧 我是台东的 Gasavagan建合部落的北南族人 那我的名字Duhi Ma Dugau Duhi呢是我曾祖母的名字 Ma Dugau呢是我的外婆那边的家族名 所以我是继承我的外婆那边的名字 那其实我是大家所称呼的都市原住民 就是独包 小时候回部落部落人都会跟我说 哎台北人啊你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可是在台北的时候台北的同学就会说 哎你是山地人呢你皮肤怎么黑 所以其实我小时候 或者应该是说我一直到大学都还没有开始很认真的思考 身为原住民是什么意思 而且我自己又是一半一半 我爸爸是闽南人 我妈妈才是北南族人 那我大学的时候也没有参加 现在很多人都会去参加的原住民的社团 所以其实我的认同的建构的过程呢 是从外面开始的 我是从因为参与了很多国际上的活动 国际上的一些会议 才开始去思考我自己到底是谁 然后开始回头去建构属于我自己的族群的认同 去建构到底怎么样才是一个 Gasvagan的北南族人 其实我大学就是念外交系 那以前念外交系大家都会有一个梦想 就是当外交官 我以前也是就觉得说 哇如果以后当外交官就可以到世界各地去生活啊 然后去看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 那其实后来真正开始就是去了联合国 去参加不同的国际会议 接触到不同的国家的人之后 就发现当外交官这件事情 好像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厉害 反而是以民间的力量 尤其是用原住民族这个身份 去做更多的串联 去做更多的沟通 去做更多的行动的时候 这个力量其实是非常直接的 而且我们有绝对的正当性 其实世界上啊 有非常非常多的原住民的族群 目前我们知道的是大概有3.7亿的人口是原住民族 那其实这3.7亿是我们所谓已知的族群 就是说比如说像在亚马逊丛林 或是在有一些国家 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族群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些都还没有被算进去 光是在世界知道就有3.7亿 那亚洲又是最多有2.67亿 其实以世界人口跟原住民族人口比例来说 大概是2% 就跟台湾的人口分不起是很类似的 大概是2%的原住民族的人口 其实就跟大家一直以为的说 原住民是不是就是住在天乡 住在原乡的比较多 其实现在台湾也是大概45% 甚至已经超过50%的族人是居住在都会区 世界上的平均也是这样子的 就是大概有50%的族人是居住在都会区 而不是我们以为的就是在非常偏远的深山里面 然后或者是我们刻板印象里面会有的嘛 就是什么上学骑山珠啊 或者是就是这些刻板印象 其实就连我们自己 我们有时候也会不自主地复刻在别人的身上 在知道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原住民族群之后 我自己常常会有一个体悟 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自己在看我们自己的部落 甚至是我自己当初在国外念完书回到台湾 那想要试着要回去到部落的脉络 回到比如说青年会的运作 跟着部落的营啊 跟着部落的长辈一起做事情的时候 我自己都会陷入一个迷思 或是陷入一个我自己给自己的框架 就是我带着我对部落的想象 很多人都对部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 很奇幻的幻想 我带着我对部落的想象觉得 对我就是要去回到部落 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其实我忘记的是 部落它自己是有非常多元的样貌的 这3.7亿的世界上的原住民族的人口 它都有非常不一样的样貌 我们绝对没有办法说 哦这个族群它就是什么样子 或者是这个部落的人它就会是什么的样子 就连我们同一个部落不同的家族 它呈现出来的文化的样貌 我们服装的图腾 它就有很高的辨别性 很高的就是互相不同的部分 那我又怎么样能够可以用我一个非常单一的 非常贫乏的想象去套用在我自己的部落 或是套用在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文化 或是不同的人身上 我自己开始会去思考这些事情 有一个很重要的转类点 就是2006年的时候 那是我第一次去联合国参加这个 叫做联合国原住民议题常设论坛 它其实是一个 其实我们很多的前辈都会说 它像是一个大拜拜 因为这个会议非常地庞大 它每一年在联合国举行 然后都会有两三千个与会者 有不同国家的原住民的族人 有NGO的代表 有国家政府的代表 有学者 然后也有很多就是可能 就是对原住民事物有兴趣的人 都会去参加 其实在这个会议上 它会有 其实会受到非常多的冲击 因为你会突然间 好像世界上许多的原住民族的文化跟议题 还有面临的现实就 碰出现在你的眼前 那时候我还在念国字大三 其实我那时候真的就是 对自己的文化 或者是对所谓的原住民族事务 原住民族权利 是非常的不熟悉的 我只知道说 我是北南族 我的部落在台东的建合 然后我每年的1月1号 都会回到部落去参加年纪 参加阿弥安 就这样子 那那一年在联合国 我遇到了一位 其实是台湾的记者 他自己本身也是原住民 那他那时候问了我一句话说 你现在以台湾原住民的身份 来到这个会议 来到这个聚集的世界上 不同族群的会议上 那你要来讲原住民的议题 可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说 你是原住民 我那时候听完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立马傻眼 因为其实没有人这样问过我 我也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因为从小到来 这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嘛 就是我就是有这个身份 那我就是知道说 我是北南族 可是到底为了什么 我可以这样子告诉别人 不管是现代的工作也好 或者是持续的去参与 不同的国际的会议 或者在不同的场合 我都会持续的问我自己说 我为什么 我凭什么可以告诉别人 我是原住民 因为身为原住民这件事情 好像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在这个会议之后 另外一件事就是 也是就是我非常重要的 开始建构我的认同的转类点 其实就是在同一年的 八月的时候我外公过世了 其实那时候是我长大以来 第一次这么完整的一段时间 待在部落 因为像我们办上是 就是那个过程是非常的长的 我们前面会先做一些 比较是偏向是道教 比较是民间信仰的 因为我们部落其实没有教会 所以我们是比较是偏道教的 仪式过程 那结束之后 我们就会走我们自己的 原住民的那个丧礼的过程 就是我们会到我外公生前 常常去的地方亲友的家 去做告别 然后那时候也是 因为像我们办上次的时候 很多的亲朋好友 都会不断地来家里陪伴 会带吃的来帮忙煮饭 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突然间发现原来 我外公有这么多事情 是我不知道的 原来我们的家族里面 有这么多的过程 这么多的当初迁移的过程 甚至是 其实我外公是有 马卡道族的血缘 这件事情 我也是到那个时候才知道 就是后来我就发现 在那个一个月的过程当中 好像突然之间就是 发现 其实我有很多的亲戚 然后第二次 突然间发现说 我的生命 我的生活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多元 非常的复杂的 而不是我以为的就是 我就是这个部落的人而已 所以其实就是这两件事情 让我开始了 一连串的探索的过程 那在联合国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群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 原住民的青年 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 每一年在这个 长设论坛的会议期间 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 那一开始我们就是 在会议室的后面 去讨论说 与原住民青年的观点 我们怎么样去看 现在大家在讨论的 这些事情 比如说教育 比如说环境 比如说气候变迁 或是健康的议题 不同的议题 以年轻人的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有怎么样的想法 我们有怎么样的建议 或是我们自己 有怎么样的解决的方式 那其实一开始 只是在会议室的后面 然后一路上 我们在这儿 其实从我参与联合国 到现在是快十年的时间 在这接近十年的时间 我们渐渐的也完成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大家知道 让联合国 至少是让联合国知道说 其实原住民青年 所遇到的问题 原住民青年本身 就是我们最好的解答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解决 我们遇到的困难 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有没有这个管道 去告诉别人 我们想要怎么做 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自信 可以去相信说 我们是有办法自己想到 自己想要的解决方式 所以其实在这个历程当中 也去建立了 我自己非常多的自信心 去让我知道说 其实有 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去看同样的一个议题 像是比如说教育 我们一直在 在台湾我们常常会说 是受教的权利 我们应该都可以要接受教育 可是在这几年的历程 我们经历下来 我们后来比较大的体悟 其实我们要的不是 被动的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是我们要主动的 学习的权利 可以去主动的要求说 我要怎么学 我要学什么 我要谁来教我 那我要透过什么样的教材 或者是我要在 什么样的场域学习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不同的思维的方式 那在国际上 有这样的经历之后 我可以开始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回到台湾了 我可以做什么 所以就开始了 大概从2013年开始 我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叫做 继续在做国际的串联 可是更重要的是在地的培力 开始我成立了一个团体 叫做LIMA 台湾原住民青年团 我们就是召集不同背景的 原住民的青年 就透过一连串的读书会 透过行前的培训 透过到处去做工作坊 还有参与不同的议题 参与不同的行动 来培养我们 去了解这块土地 台湾这块土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我是在原运的那一年开始出生的 但是我对原运的历程其实非常不清楚的 其实台湾非常多年轻人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 去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是什么 原运怎么发生的 一开始的契机是什么 还有它对我们到现在的影响是什么 这都是我们一直很努力去做的 就是在地的赔例 因为其实我后来发现 出国去参加国际会也好 或是去做任何的交流也好 语言都不是最重要的 语言它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 的确可以让你表达你自己 可是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东西可以表达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文化不清楚 你对自己的族群不了解 你对台湾所发生的议题 或是你自己的族群 或是你自己生活中面临的挑战 或是我们有怎么样的权力的架构 都不清楚的时候 英文再好也没有用 因为你根本讲不出来 人家问你什么的时候 其实也就只能讲一些很表面的东西 可是你其实深刻的内涵是没有的 这也是我所谓的在地培例 就是其实我们在去看国外之前 很重要的是 我们对自己到底够不够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做非常多的读书会 我们去不同的大专院校 我们也到部落去跟不同背景的年轻人去对谈 然后去互相了解 那也实际去参与去体会到 去体验到很多 在台湾跟原住民族权利相关的历程 可能是街头行动 可能是一些研讨会 可能是一些比如说国际条约的审查 不同的形式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权力的面向是非常多元的 我们的参与面向也是非常多元的 回到前面的我到底是谁 那身为原住民是什么意思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很知道 比如说你出国的时候 参加什么活动 大家都说你是原住民 那你来唱一首原住民的歌 你就是跳一下你们的舞 很多时候这种时候 其实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呈现一首歌之前 或是在呈现一个舞蹈之前 让我们的观众 让你呈现给它看的人知道说 这首歌的意涵是什么 这个舞蹈的动作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手是打开的 而不是像我们常常会看到的 是这样子交叉的方式 它的意涵是什么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的机会 好好的穿自己的族服 好好的告诉别人族服的意涵 其实就我来说 我觉得我们每次说表演 表演它其实不是表演 它是一个讯息的传递 是在告诉别人说 我们自己是谁 我的文化是什么 那尤其是当在国外的时候 其实很多国外的原住民 它对台湾或是非原住民 它对台湾是不理解的 更何况是说对台湾的原住民 它可能更不理解 所以自己说什么话要非常的负责任 不能随便说 我们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别人就真的会信以为真 所以对于这种 就算是开玩笑的场合 也要非常的注意 我到底可以说什么 我说的话其实呈现的就是 别人会怎么看待我 他会怎么样去形塑他的脑海里面 对台湾的原住民的想象 所以这也是我们会非常注意的一点 对自己的文化够了解 还要能够很真实的 很实在的去告诉别人 我们到底是谁 我的族群是谁 其实对我们来说参与这件事情 它非常重要是要想清楚 很多人都觉得我就出国啊 出国就穿着很漂亮 然后照很多相 然后去不同的地方看 就很棒很酷 然后回来台湾以后问你说 那时候去那里干嘛 就有吃什么 有干嘛 就过了 可是其实我们非常希望 至少我自己在这几年 非常希望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是旅行团 我要想清楚 我要去 为什么要去这个活动 为什么要去这个会议 我要说什么 我可以做什么 我会认识谁 那个环境是什么 其实都是要非常想清楚的 就是不能说 我就傻傻的什么就出去了 结果回来以后 也是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 对因为其实 可以出国参与国际会议 或做任何的交流都是 我自己都会觉得 这是非常幸运 而且是 就是有privileged的一件事情 它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 其实我们是掌握了 很多的资源 那很幸运才可以这样 那我们必须要对得起 我们如此幸运得到的这些资源 所以搞清楚到底要做什么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我们的团队的 这个赔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参与式的互相赔力 不是说谁很有经验 谁就是老师 或者谁就是 就是很单一面向的 我们是用讨论的方式 因为其实我刚刚讲的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 自己的问题的专家 而且每一个部落都是多元的 每一个人本身也都是多元的 我们可以互相带给对方 很多不同的东西 像我们团队里面有 像我这样是都市原住民 也有是在部落长大 求学就业的才到都会去 或者是 它的生活里面其实 比如说母语 是足语才是它的第一个语言 后来才学中文的 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 不同的背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有不同的 专业的背景 比如说学政治的 学法律的 或者是学社工的 这些不同的背景跟生活的经历 其实就是让我们相互赔利 非常重要的元素 就是让我们不会说 单一只从某一个面向 去看一件事情 而是更多元的 甚至我们会吵架 我们会对某一件事情 会有不同的想法 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去建构了 我们表达的能力 去找到了我们可以 传达讯息的方式 那也是去建构 不同的多元的想象 让我们比如在看到健康议题的时候 我们会知道健康这件事情 在每个族群会有不同的定义 怎么样去达到健康 也会有不同的方式 而不是说少看病 三高不会超标 就是健康 其实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意涵 其实团圆之间也互相去建构了 属于自己的认同 它不一定是说 原住民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悲难族一定要是什么样子 而是我们经历了独有的这个过程之后 去找到我们的认同的方式 所以其实像认同这件事 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件很私密的事情 你很难去跟人家说 你不参加原住民社团 或者是你不回去部落的祭典 你不回去部落你就是不认同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故事 但是在这些故事背后 你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谁 这才是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段话 这是加拿大的一位原住民的长者 他所说的话 就是其实当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有我们自己的目的 一定有自己的可以发挥的地方 可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很重要的是 我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 美国的原住民族相信 现在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会影响到七个世代之后的子孙 他们也会说我们现在的环境 不是我们跟祖先继承来的 而是跟后辈子孙借来的 所以做决定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不是只有我们自己 然后另外就是 不管我今天在哪里 我回到部落 我就是部落的孩子 我不要忘记 不要觉得 我常常出国 我就好像比别人厉害 还是好像没有 其实回到部落 我这个年龄阶层 我这个年纪 我的这个女生的角色是什么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我就是要做什么事情 不要让自己随便好像 好像有什么偶像包袱 不能怎么样 不能怎样 没有 其实回到部落 我就是部落的孩子 所以在国际串联的同时 在地的赔力 然后永远记得自己是谁 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大家 超赞的分享 让我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是部落里面常说的一件事情 不要因为读很多书 就什么都知道 但是今天站在我旁边的 我感受到 是一个非常谦信 谦卑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是 为什么台湾这么需要 被这个世界看见 其实我们从来就不是 这个世界以外的一部分 我们一直都是在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自己也会忘记 或是有时候世界会忘记说 其实在台湾这个小岛上 我们有非常多的族群 而且我们甚至是 某一个非常大的文化的起源地 那当我们自己去掌握这个的时候 其实会发现我们会变得很勇敢 对 会变得比较理直气壮 会知道说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很多事情 并不是 比如说我们说语言的负责 族群文化的负责 或是这么简单 回到部落这件事情 那是我们本来就有的 本来就是 而不是说 因为有怎么样的法令 因为有怎么样政府给的权利 我们才会这样其实不是 那我们本来就有了 只是我们好像 因为忘记了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 也让世界忘记了我们是一部分 之后我们就变得好 就微微缩缩的 我自己也会告诉我自己 我们是非常理直气壮的 我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也甚至是世界上很多的文化的源头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这里 我们都是有关系的 有关联 而不是 我们不是孤单的一群人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认知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有理直气壮的勇气 去做非常多的事情 台湾继续要被看见 台湾真的要被看见 我今天好喜欢你的分享 超棒 谢谢 今天听到 我相信大家看到了台湾在国际上 是需要被看见的 台湾的价值的依存 也是需要这个世界来看见的 透过这样的分享 台湾的存在就是一个价值 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 是在这块土地能够被看见 能够被贡献的 让我们参与国际的事物 让国际的事物也能够让我们被参与 台湾存在的价值 就是要被这个世界看见 让我们有梦 只必向前走 下次再见 其实传统医疗这个部分 它里面有很深的一个 人和祖灵之间的关联 我一直相信 这个祖先的灵魂的力量 支撑活着的身体的力量 是一直在存在的 核心的追求 必须要借有这样的一个情境 这样的一个途径去传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探索的类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